哈喽 欢迎来到吃货游乐场 我是邱永凯 那疫情终于开始缓步下降 表示我们出去玩的日子不远了 所以呢 我们吃货游乐场呢 要开始规划一系列的城市小旅行 那主讲人当然就是拥有丰富的 吃喝玩乐经验的美式旅游的记者于静 嗨 大家好 我是于静 那出国这件事情 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啦 台湾很多地方 不要以为你都已经玩得很彻底了 有很多新玩意儿 新的小吃 新的打卡的景点 我们会请于静呢 透过每一次的系列小旅行人 来带给各位一些新的小笔记小尝试 那首先于静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一次要先带听众朋友到哪里去玩呢 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那个嘉义 嘉义 对 就是非常热情的一个城市这样子 嘉义通常以外地人来讲 火鸡肉饭 阿里山 是是是 大学生晚上可能就去民凶鬼屋 好久没有听到了 然后陆陆续续可能就会有一些 网美的景点什么时候都会出现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 嘉义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 就是风景美空气 空气好 然后他很多的新的吃的店 他其实我觉得嘉义是有非常多旧 他旧的东西也很好吃 旧的一些小吃也很好吃 但是他这一两年也开了非常多的 比如说新的咖啡馆 然后或者是甜点店 对 然后所以其实是 之前真的是 IG很少一波 真的是非常长期 都是嘉义霸占的非常长期的那个 所以其实那时候身边就有很多人都说 他的店开的速度太快 你就是来不及吃完 嘉义的展店的速度很快 对 这一两年展店的速度非常快 为什么嘉义这两年展店的速度会比较 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我觉得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可能也是 有一些新的 就是那种外来客 对 他们其实有就是 就大家现在可能不是只有北漂 也有可能难漂 对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觉得 这个城市感觉很不错 很舒服 然后步调也还算是 不会像那种这么快速的 然后他们其实就会在那里定下来 而且因为其实 现在也有一些是那一种 比如说老屋的计划 对 然后可能也可以获得一些修复补助 或者是说在当地有一些适合 可以改建的地点 对 那我觉得蛮多人其实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在那里就定下来了 所以于婷当时讲的这些元素 其实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店家里面 其实都会 也会有提到的 但是我首先想先问一下 当我们搭车到了嘉义之后 嘉义他在里面的 他的行动好行动吗 大众运输工具什么的 其实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主要讲的 比较是锁定在嘉义市区 嘉义市区 对 那其实 基本上嘉义市区的话 如果当你出了那个火车站之后 对 其实他的那个核弹附近就有非常多的租车点 对 就是比如说你要租机车啊 或者是汽车自家 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在市区移动的话 其实你机车就很方便了 对 然后或者是说 其实他们现在也有那个 拓展一些公车路线 对 然后就是有一些比较知名的 观光景点的地方 他们其实都有整版 对 然后另外就是 其实他们的那个U-bike 就是他们之前其实没有这么的盛行 但是我知道他们后来有一个2.0版 对 大概是从前年底去年初开始推 对 然后所以其实从去年开始 就有比较多人开始会 就是去骑那个U-bike这样子 而且还有比如说你们去租饭店 住民宿 对 也是有一些会有提供那种 自己可以租借的那个脚踏车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嘉义市区吃吃喝喝玩乐的话 嗯 脚踏车 坐摩托车 甚至有一些观光 就可能公车 对 你就可以串联着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嘉义玩 其实一点都不麻烦 就是没有你说好几年前的 这么不方便了 对 因为我好几年前曾经去过 那时候会觉得 好像有一些真的是 你纯搭公车是不太容易的 对 可是如果说你是 接着那个 比如说 那个机车或者是脚踏车的话 其实你有些串起来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你该去 你想去的地方基本上都可以去到 想要去嘉义来一场小旅行的话 或许就是大家可以先上网查一下 各个公车路线图 嗯 要不然就是骑个摩托车 啪啪走 其实就很简单 很满 对对对 那嘉义一开始的话 我觉得还是为了要吸引听众 一开始还是我们这一集先聊吃的好了 好 是的 先从美食开始引诱大家 嗯嗯 那当然嘉义刚刚有提到的 第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嘉义的鸡肉饭 嗯嗯嗯 我们先请雨晶告诉我 你心目中的几个 你吃过的不错的推荐的鸡肉饭给大家 哦 因为其实我觉得每次讲到火鸡肉饭论战啊 网络上都会有非常多的 就是争执 对就是 比如说我之前跟凯哥讨论的时候 凯哥你有提到说 你其实 喷水火鸡肉饭 对是喷水 可是其实喷水 他其实刚好也是这些火鸡肉饭店里面 我觉得争议最大的一家 因为其实蛮多人都会说 他其实是给观光客吃的 对 我就是观光客去吃的 对 但就是 真重下怀 对但其实也有少部分的在地人 是有跳出来说 他们其实 也是吃了很多年 他们家从小就吃这个 对 那其实说 其实嘉义的那个 像我第一次去嘉义 就是一个人自己去那边玩的时候 我也曾经问过 我在那边住很多年的朋友 我就说那你们夫妻 都吃哪一家 对 然后他们两个就真的是在我面前就开始 争执讨论起来 然后他老婆就说 我跟你说 我觉得阿溪最好吃 然后那个他老公就跟我说 不我跟你讲 呆湿最好吃 对啊 阿溪是 溪头的溪 阿溪 呆湿是 呆呆的老师的那个呆湿 呃应该是狮子的狮 狮子的狮 对对对 那名字 为什么名字取得这么有趣啊 叫呆湿 对 然后总之那时候 我就是听他们的 我想好吧 那既然如此 我就连续两天 我就去吃 各自不同 对对对 不一样的 那我就来试试看 对 然后我就发现 哦 我大概可以理解 因为就是比如说 他老婆就会觉得 阿溪比较清爽一点 就比起呆湿 呃 然后呆湿的话 因为他可能就是 酱汁的口味 可能又会再浓郁一点 或重一点 对 然后所以他整体 其实会比较 呃 会比阿溪再咸一些些 可是可能就男生来讲 他就会觉得 啊 这个味道才对 所谓的火鸡肉饭 就是下面是白饭 呃 然后会有 火鸡肉丝 对对对对 然后再淋上酱汁 就可能有鸡油 就含有鸡油油脂的酱汁 然后还有一些油葱的香气 对 所以各家其实决胜负的关键 就是在于那个酱汁 跟鸡汁 我觉得应该 对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酱汁的比例 然后还有包含米饭的软硬 然后或者是你可能 鸡肉丝选的 部位或者是切法 或者是多寡 我觉得应该还是都会有一些差别 你自己本身比较喜欢吃的是 软一点的 还是硬一点 然后口味重一点 我不喜欢过硬或过软的米饭 就是它可以有点粒粒分明 然后但是我不喜欢它很软然 对你来讲 什么是好吃的火鸡肉饭的配套 配套吗 你喜欢吃什么鸡肉饭 然后可以建议读者 建议听众 你去吃火鸡肉饭的话 可以另外再加点他们的 什么是你觉得是还不错的 可以尝鲜的 应该是说其实每一家 他们其实都一定会搭配很多的糖品 而且都是比较古早味的 对比如说是那一种苦瓜排骨汤 金针排骨汤 对苦瓜风这种 对他们其实就会比较多 大家都是点 而且我们可能会把它当成早餐来吃 因为其实多数都是从早上就开始买了 台南人早上喝牛肉汤 家义人早上吃火鸡肉饭 对 对 然后这些他其实就是我都会把它当成 我早上就是去补充提议的时候 我就会吃这个 我记得还有什么卤筍丝啊 卤白菜 对他们就是他们都是那种真的很台式的 然后就是对就像你讲 他可能还会旁边有什么北菜肉 或者是筍丝的这种小菜 卤鸭蛋之类的 或者一些下水的东西之类的 对这个早餐很澎湃 是真的 没有而且你还可以再加一颗半熟蛋 对对对对 就是我在讲真的是 那个真的会帮你原本可能还好的 那个会再更加分 蛋黄戳破之后 蛋黄留在酱汁跟鸡肉丝上面 是是 然后因为他们其实那边的鸡肉饭 其实他们也会有分 比如说是鸡丝的那种 就是一般的火鸡肉饭 然后另外也会有那种切片的 对 然后就是 因为我之前在去年的时候 我大概有去他们那边 就是刚好也是遇到一个比较新开的 大概去年五月才开的一个 火鸡肉饭叫庄家 然后我发现其实他网络的评价还蛮不错的 然后就是大家主推的其实就是那个 双色的那个火鸡肉片饭 因为他就是会有鸡胸跟鸡腿肉各半 等于就是 片状的 对对他就会切成片状的 然后就是其实大家就会觉得 这样子可以吃到两种不一样的口感 这样子 这也算是就是颠覆以往的 旧的火鸡肉饭 也没有到颠覆啦 其实很多间也都有鸡片 而且都是限量 对因为其实鸡片的那个 就是就是比如说你一般去 那个吃他们火鸡肉饭的时候 通常各个时间去 只要在营业时间内都还可以吃得到 可是鸡片饭就会通常会是 开店的几小时内 就是比较容易就最快买完的那种 所以庄吉他去年才开 庄家去年才开 对 我觉得这是比较是比较年轻的老板开的 然后引起的话题就是说 一次可以吃到两种不同风味的鸡肉 就是对他主推的是那种双色的 对对对 那为什么除了这个双色的之外 还会再受到 比如年轻族群的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应该是说他其实整个空间 还稍微比较清新干净 然后会比较像有点文青风 打到现在的那文青潮流 就是跟那个一般我们印象中的那种 比较火鸡肉饭店的那个感觉 有点不太一样 对对对 有点那种家乡味的 有点长辈风感觉的那种的不太一样 对 文青风的鸡肉饭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说 其实当地的火鸡肉饭 我真的觉得 你只要不吃 太奇怪没听过的 我觉得其实真的非常多家都可以去试试看 比如说什么 阿红斯阿罗斯啊 或者是国家啊 对啊 然后还有什么万在容啊 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有 蛮多人在推的 各有拥护者 对真的是 口味不同 我们大家试试看 比较知道哪一个合级的口味 真的真的 对 讲完了火鸡肉饭 其实嘉义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很传统的一个咸食 也是早餐 嘉义人的早餐 就是鱼粥 对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有去之前 我都会查一下说 那边有没有什么比较在地风的早餐可以吃 对 然后我就发现有一家店 然后他们其实是那个 开了超过三十年了 对 就是叫阿文鱼粥的 然后那时候我去真的是旁边都是 被长辈包围 对 老人家比较着急啊 对 没有 我这时候就是客群几乎都是长辈们 然后也感觉都是熟客 就跟老板都认识 然后可能大家就会 因为他其实那边主打的就是那种 比如说 草鱼粥 四目鱼粥 鹅仔粥这种 然后你再去配那个一些 我觉得蛮特别的配菜 就是比如说就是现煎鱼肠啊 鱼肠真的很少见 对 就是因为我真的是 没有吃过在别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实际是有特地去那边试了一下 对 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 蚵仔蛋 就是在那个 偶然能 对 对对就在蛋包里面就是加那个 那个 鹅啊 对 然后另外就是 他们还会有那种每天去采购的那种鱼 然后就是现煎的鱼 对对对 就是可能会有五载鱼啊 码头鱼啊 雪鱼啊 然后他们就会就是写在那个墙上 就是每天都可能会不一样 这感觉很像海鲜热炒店的经营方式 就我在那边是早餐店啊 对是早餐 然后其实我就觉得 哎 蛮有意思的 就是你很想想到说哎我这个我可以在这边就吃个粥感觉很正常 那我还可以在那边点现煎鱼 然后或是我可以甚至点鱼肠这种东西 然后就觉得整个好海味哦 早餐吃这种真的很幸福耶 还蛮爽的早餐吃这个 对这就是感觉很很很很很特别的那种台式的感觉 一个是鸡肉饭然后一个是宇州 嗯 这两个的早家艺人的早餐都让我们感觉很很少见 哦 很澎湃 是是是是 我们稍微收敛一点 我们稍微吃的 收敛吗 朴素一点 朴素 但是口味可能有点吃吃吃群众 有些人可能会接受有些人可能没办法接受的 就是嗯 黄祭凉面 是因为我觉得家艺有个很特殊的吃法 就是他们很喜欢在凉面里面加美乃滋 就是我们南部人说的那种北臭 就是白醋 白醋去打成 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美乃滋跟我们一般那种印象中的美乃滋又会不太一样 就是其实一般印象中的美乃滋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它是那种沙拉的那种 然后会比较甜 会比较腻一点 对对对 对 可是我觉得家艺的那个白醋那个美乃滋 它其实就没有这么重的味道 只是说他们真的很喜欢就是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那个黄祭凉面凉园 对 它其实是当地一个还蛮有名的店 然后除了就是等于是外地人跟在地人 其实都会吃的一家店 所以其实每次去生意都很好 然后客人都很多 然后就他从大概早上九点就开始卖了 所以其实就是如果真的观看客 就是没有想要骑得非常一大早起来的 你其实那个差不多那个时间 更好觉得也是个早餐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形容的那个画面 什么店里面车水马龙一堆人在那边 我觉得真的好像什么台南嘉宜高雄 那种在地老店都会有的风景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在地名店好像都会有这个状态 早起吃早餐就是会有那个画面出来 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那时候就有去点他们的那个凉面凉园 其实就蛮有趣的就是他真的就是在那种 除了你想得到的那种一般的那种芝麻酱的那种凉面的那个酱料之外 他上面真的就会再放一坨白色的那个美乃滋 多还是少啊很多 也没有到非常多 可是你就是可以均匀的在每一条面都是吃到 就是你拌匀之后 对你就会吃到那个味道 然后我后来就觉得我有点实测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人去吃的 那我就想说我来试试看的凉面跟凉园 对然后他的凉园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那种凉的霸丸 凉的霸丸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稍微对录影前有稍微争执了一下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凉的霸丸 没有他其实就真的就是你印象中的热霸丸 然后他变成凉吃凉的这样 真的霸丸还是炸的霸丸 我觉得他的口感其实应该会比较偏上蒸的 比较软一点 但是又没有到这么软 他也是QQ的 QQ的霸丸 对然后他的那个里面其实也真的也还是会有那个肉这件事情 肉然后有香菇啊 笋丝这种的在里面 他可能没有到这么夸张的那个配料啦 但是你就会有印象他就是有那个包肉的霸丸 所以刚刚提到的凉园 他其实是凉的霸丸 是昏食 不要以为中间是包红豆啊 对对对 不是那种我们南部讲什么凉水丸 那种凉园的东西 对 然后他因为他的酱料其实也是跟凉面一样 其实都是混搭那个美乃滋 对对对 所以我就发现 哦天哪 当我吃完了 凉面 我在吃凉园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整个味道其实都是 就是我的味觉都是 对对对对 非常的重复 对 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大家如果去 你真的是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只先吃一种就可以了 对 然后不然的话就是你也许你是跟你朋友去 分食 对你们分食 就是你不要各点一种 我们分食的吃 就不会觉得那个量这么多 对 我很好奇哦 嗯 那你这样去吃一碗凉面 再加一份凉元 嗯 多少钱 多少钱 我还 我其实没有什么印象 但是我记得应该就是不超过一百 那很便宜 那就是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贵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 他们在地小吃真的都便宜耶 就是真对他们在地小吃真心很便宜 然后我记得之前去他们那里 就是我说刚刚讲火鸡肉饭的时候 嗯 我那时候就是为了要赶快 然后我想说啊 那我就在火车站附近就赶快吃一间 什么嘉义车头火鸡肉饭 对然后他那时候我也是点了什么鱼汤啊 然后火鸡肉饭 然后还有蛋啊还是什么的 然后加强也是一百块 然后我就想说哦 什么这么便宜 我还有鱼汤耶 然后就是 就觉得 天啊这个小吃的价格真是深得我心 对 不晓得大家现场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多少人有吃过 加了美乃滋的凉面 但是大家请记住一点就是 如果你们在家 不要随便加家里的美乃滋 因为那个做法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应该是会有 他们可能有挑过一些牌子或比例这样子 或者他们的比例什么的不太一样 大家不要随便轻易的尝试 对那个真的很吃人 对看个人的那个对 这三样都是雨季你推荐的 嘉义在地人常吃的早餐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或者是 对就是在地化的或者是特别的小吃 那你还有什么可以 要特别推荐给观众朋友们的 你是说早餐的部分吗 早餐的部分 就是应该是说我还有那种 很想尝试 但还没有吃到的 连你都还没有尝试过的 就是应该是说 我 没有一个有一个没有尝试过 是因为我没有那么早起 好没有就是 那时候他们那边会有一个那个南门圆环旁边 会有那种古早味的炭烧杏仁茶 然后他其实就是很有趣的是 他其实就不是一个店面 是一个小推车那种感觉 就类似这样子 然后就大家就会 在地人他就是他就把椅子拿出来 然后排成一圈 然后大家就直接坐在那个椅子上面 然后就等着那个宝贝啊 还是说他的可能媳妇还是什么的 然后大家就会开始现场 就是做那个古早味的 就是拿杏仁茶给你 对 然后还会可能搭配油条吃这样子 然后可能 好骨味哦 对 然后杏仁茶你还可以选 好像是加蛋不加蛋这样子 杏仁茶有在加蛋 对 就是他们的一个 很像一个咸豆浆的吃法的概念 我记得 这个也是北部人不太知道的 对 就是他们说那个才是一个完整的一套这样子 杏仁茶加蛋 然后再配个油条 对 好特别哦 对 而且那个听你形容那个样子 好像就是 什么 什么 庙口的榕树下 有点 对 就是真的很那种很古早味 很长辈会在那边吃的感觉 所以 然后因为他就是可能早上都是 九点十点 就是可能就会卖完了 对 所以你如果来不及赶到那边 可能就是 就你九点前来不及赶到那边 可能就会没有 这四样都是 语境介绍都是 嘉义的古早味的早餐 然后但是对我们来讲都是 很新奇的早餐的吃法 我们经过了这一轮的古早味早餐的巡礼之后 我们接下来走一个比较 文轻一点 文轻一点的 或者是来喝个下午茶好了 我们请余静帮我们介绍一些 不错的咖啡厅 好 但是我觉得啊 其实你刚刚讲到说 比较新的特别的咖啡厅 我觉得我可以先讲的是一个咖啡吧 但他其实他的开店时间很有趣 其实就是 他真的也是从早上就开始卖的 一早就卖了 对 然后他其实是主打那种外带的外带吧 然后他就是说 等于是如果一般人 如果你真的到那边 你不吃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些早餐 然后你可能只是习惯说 我要先喝一杯咖啡的人 那你其实就可以到这一家Speed 买杯咖啡喝 对 然后这家其实很有趣的是 他是在那个 一个好像是市定古迹 那个人武功的旁边 对 最推门看出去就是一个古迹的庙宇 不用推门 因为他就是个外带吧 你也只能在外面排队 对 所以他就是你会很明显的看到 他的旁边就是一座庙这样子 就是可能就只是一枪之隔 这种有这种新旧并存的一种文化的美感 很有趣的美感 对 很有趣 然后因为那个Speed 他其实就是 老板他好像也是用日文来命名的 然后他其实那个现场 他那个空间其实也非常的有那种 日本风 街头那种 那种老咖啡吧的风格 昭和大政时期的感觉 对 就是他也是那种木座的那种 对 外观 然后就是非常的可爱 所以之前也是 IG就是狂扫 那好像是大概是去年 10月的时候才开的 一家也是很新的店 对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因为这个老板他其实原本在 嘉义市有另一家店叫达达拉 达达拉 对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结合文具选物的一个咖啡店 对 可是后来那个他大概开了10年之后吧 然后他才又开了这一家 外带吧 然后那个 他们之前的那个作业形式很特别 就是他可能早上8点到下午2点 然后他都在那个speedo 那个外带吧那里 然后你就会发现 他2点一到好 开始关门 立刻赶到另外一间店 然后他跟他老婆 还有他那个很小的那个儿子 对他们三个就开始 就会开始骑车 然后就开始骑到另一家店 准备要去开另一家店 那个下午3点开另一家店的门这样 对你就觉得真的很有趣 另外一间就是可以坐下来 慢慢喝咖啡的地方 对对对 那只是说因为另外一家店 他们其实今年有写到说 他们最近他们刚要搬 又他们要搬迁了 对所以他们可能目前 另外一家店是休业中的状态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要喝他们的咖啡 就是只能到speedo去 他们的咖啡除了那些景观 漂亮之外 他们的咖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让你要这样子另外 拉出来做推荐的吗 我觉得他们其实也都是有 特别精选过一些豆子 对所以其实你喝的时候 你当然会觉得说 你跟超商或是什么的那个比起来 其实是一定是等级是比较高的 对然后而且他们的价格 其实我觉得没有到非常的高 他们大概我记得手冲也是 可能130还是多少 对然后他们可能每次或什么 大概也是80左右 就是你也是觉得是 他其实可以接受的那个状态 而且他们现场其实也还会 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的选物 或者是说他们会有一些 季节限定 或者是跟别的牌子合作的 不同的饮品 他们其实也会不定时去推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 每次去都会有一些新玩意儿 可以发生 对就他们可能还会有一些 冬天限定的饮品 然后你也是这个时候才喝得到 对 然后其实像他们如果是手冲 好像也是可以说我要选 内用杯或外带杯 就是因为旁边他其实是有一个 长条的椅子 就是可能是四个人左右可以坐的 然后你就会可以在那边 你也可以很悠哉的坐下来 然后就说我只是享受一下 我喝完了再离开也可以 另外一间 余静也是很推荐的好喝的咖啡 就是国王蝴蝶咖啡 要不要先来介绍一下 另外这间国王蝴蝶咖啡 可以啊 因为其实国王蝴蝶咖啡 他其实早期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他应该是叫国王蝴蝶 然后秘密基地 然后他其实是在嘉义也是好几年 然后也曾经有搬过位置 然后现在他其实是在那个 活着站附近的那个文创园群里面 对 然后他其实那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先看到 就是网路上看到介绍的时候 我其实先被吸引的 其实是他的空间 因为他整个是红色系的墙面 就是非常跳 对 你就会觉得哇 整个也太美了吧 然后因为他们那种 白天的时候那个阳光洒入的感觉 还有到黄昏的时候 你就觉得哇 那光线真的很美 那可是我觉得他们家 其实特别好的是 因为他们也都是自己烘豆 对 所以 对咖啡也很讲究 对 他们其实是很讲究的 然后你如果去那边 然后你是点那种 手冲咖啡的话 他其实会在他的柜台那边 就是会排你的今天的豆子 对 就是有点像是你去一些 比较好的自烘的咖啡馆 他们其实也都会让你 可能先进行闻香的动作 然后你再去选 或者是跟你介绍 然后确认一下 你平常喝的一些产地啊 或者你喜欢喝什么酸一点啊 或者是你想要终身 还是浅焙啊 对 他们会先了解你的喜好 之后给你做推荐 非常的 就是比较专业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的那个甜点 像布丁我觉得也是很好吃的 所以刚刚余静有提到 这是火车站旁边 文创园区旁边 嗯嗯嗯嗯 所以其实我们去嘉义玩的话 第一站可以选在 坐火车坐到那边之后 可以先去文创园区观光 你也可以去旁边的美术馆啊 走一走 然后顺便再去文创园区坐下来 然后喝杯咖啡 对然后文创园区里面 其实也还有 比如说另一个也是很有名的 叫勇气书房的 你也可以顺便去买买书 对我说其实就是一个文青的路线 这样子可以顺油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间咖啡馆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对 这个东西我很想吃 但是我没有吃过 真的 嘎牙 就是对 就是比较南洋风味的那种嘎牙 嘎野吐司 对 就是这间店叫做咖啡一派 听起来也很有个性 对我觉得其实他们的 就是老板本身 他们其实是一对夫妻 然后就是 老公是那个麻下人 对 然后老婆好像据说是 就是家义在地人 对 然后所以他们那时候 就是在一个 他们把一个老屋 然后就是改建成一个咖啡馆 然后 很有感觉 老屋改建 很漂亮 然后应该也是去年的时候 弄起来的 然后就是整个就是蓝色系 白色系 然后非常的清新 然后而且我就感觉 他们两个应该也都是文青 对 因为你就是走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哦 他们有很 墙上有很多的一些黑胶 然后或者是电影海报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哦 云端情人 哦 花样年华 然后像他们的那个黑胶 好像有时候还会不停 偶尔也会换这样子 对 你就会觉得 其实就是老板的感觉 就是真的是有一些品味在 对 然后 我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 嘎野吐司 对 每次都不知道怎么念它 好 但我觉得它那里 有一个很有趣的吃法 就是 因为我们一般可能在台北或哪里 就是通常都是直接吃那个 里面直接有那个酱的 酱涂在那个上面 最多通常就是吃到这样 可是他们那里的话 就是你可以另外可以选那种 我要加半熟蛋的 然后你加半熟蛋 它就会跟你那个一组上来 然后上面就会有那种酱油 跟那个胡椒粉 是咸的 就是 它 没有 它那个酱本身其实是比较有点甜甜味道的 我记得是甜的 对 用椰子去做 对 只是说你在那个 它会另外会 他们说他们其实正统的吃法是 你其实是把那个半熟蛋 打到他们给你的一个小碗里 然后你再 然后你把那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酱油跟胡椒 也放进去 然后 就是把它稍微搅一搅 均匀的 然后你再把你的那个图丝拿去沾那个东西 真的 就是它会甜甜咸咸的 对 他说那其实是一个还蛮道地的吃法 半熟蛋真的是很犯规的东西 你看像刚刚火鸡肉饭也说可以放半熟蛋 对 那半熟荷包蛋 然后这是半熟水煮蛋 对 然后嘎雅可以 就是半熟蛋 就是 对 加上蛋黄那个威力 就是 很不一样 对 对 然后你再配一杯他们的冰咖啡 你就觉得哇 完美 甜甜咸咸的感觉 那个口感 嗯 是不是 是不是南部的朋友很喜欢吃这种功能 可以这么说吗 可是人家是南洋的风味呢 越往南走越甜 像台南就 台南就直接加糖 就不用加胡椒 也不要这么说啦 因为台南早期就富贵人家嘛 他们觉得糖是一种很有钱人的象征啊 所以可能早期就习惯了我要吃甜一点的味道 对啊 可是我觉得确实南部人好像吃甜 这个比北部人的接受是高的 对 然后这个你吃过嘛 嘎牙这个你有吃过 对对对 我那时候就特地就是 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去的 真的 你真的推荐 我是真心推荐 因为我个人真的是喜欢的 会不会你会觉得有哪一些人 可能他吃的 可能不爱吃生食的 或者是对腥味很敏感的人 他可以不要加半手蛋呢 他就纯吃原本的那个就好了 这个真的很有趣 对啊 而且 这个算是甜点嘛 小食 就是 我那时候是把它当午餐吃了 对 然后东南亚的知名的料理 然后配的是咖啡 嗯 很有趣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对 然后等于是他们其实在 而且他们整个月空间也都还蛮清新的 所以他们其实在这段时间以来 开店以来 其实就是正在网络上评价很好 如果不喝咖啡的人啦 嗯 如果你是文青 我是文青 但是你又不能喝咖啡 是不是 你很爱喝咖啡的话 是不是 我们喝茶可以了吧 我们来介绍几间不错的 喝茶的好地方 嗯 对 比如说像 启丰 对 启丰好像 应该是两年前左右开的 是 对 然后那时候我印象中 他们好像是 不知道是兄妹还是姐弟 总结就是他们自己 就是有一些设计的 家族事业 就是他们自己 就年轻人出来 然后他们就是有自己的设计背景 对 然后他们就是 也是改建了一个老屋 然后就是一个洋楼的那个 然后就是把他们重新变成一个 应该是二楼 二楼式的茶馆 对 然后他们其实主要卖的 就是 也是比较多是偏台湾茶一点 对 然后你 然后另外就是你在搭配那种 比如说 加了茶的 生乳卷啊 或者是一些甜点这样子 就是比较是 真的是走下午茶的路线 对 然后因为他们的空间是真的还蛮美的啦 就是说 像我知道他们那个室外 也是有那种 小的座位区 就是大家拍照用的那一种 然后二楼的话呢 他们其实旁边有那种 很像榻榻米的那一种 日式风格 对对 应该也不能说完全的榻榻米 但它就是坐下来 然后就是你拖鞋坐上去的那一种 对对对 然后也会有一般的座位区 然后就是整体就是那一种 对也是很好拍照 打卡的那一种 感觉这样子 然后也是老屋修建 对 注入了新意 对 他们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那个 洋楼的外观 然后就是掀起的话题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是去打卡那个空间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这样的店 就是突然就是真的是从两三年前开始 真的就是开始风行到现在 这个风潮开始 对就是整个是很文青设计的店 开始就是风行到现在 还有一间余金要介绍的是 去年才开的店 所以相信很多人都还没有去过 对 叫做蜡木 对 这个蜡木其实 蜡木 我一开始听说蜡木 我以为是比如说卖川菜之类的 因为它有个辣椒的辣 后来想不到它是卖意大利面 还有尖角的 喝茶的地方 对 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是 因为我后来查了一下 知道说 因为老板他们 他们本身两个 应该是两个人吧 然后他们不是那种 嘉义在地人 他们就是也是外来的 爱上的嘉义 对对对 然后就住在 然后就在这里 然后他们这个 好像其中有人是那种茶农二代 对 所以他们其实才会说有那种自家选茶的一个 这样子的那个做法 本身对茶的品味就很好了 对 就很喜欢喝茶 然后他们里面除了说有那种台湾茶的部分 然后也会有像可能京都培茶这一种 对 就是所以你在那里也可以喝到什么京都培茶的 鲜奶茶 那个也是很多人推的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就是 你刚刚讲那个尖角 因为他们那里其实那时候很红 是因为冰花尖角红起来 你知道吗 就是之前前几年日本很流行的冰花尖角 对 因为他们真的是那种就是 整个就圆盘上 他们真的是上面就是一层脆脆的那样子 对 然后虽然他们先前其实就是 只是简单的那种 高丽菜猪肉馅 但是你就会觉得 其实也是蛮好吃的 因为他整个就煎得很爽脆 然后里面有很多汁这样子 而且他我记得他也是 本来块也不是很贵 对 所以其实就是整个大家就觉得 天啊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 我可以在这里吃个尖角 然后又可以喝个茶 然后如果我真的是想要再多一点 我还可以就是再吃个布丁啊 或者是什么小蛋糕之类的 还有意大利面 对意大利面 我是最近有看到他们推 他们先前好像是炒乌龙的 他的那个东西真的很冲突 就是老板喜欢什么 他就推什么 对 然后我就觉得 而且就觉得 其实这样子吃起来这个搭配 混搭起来也是蛮有意思的 而且他们里面的空间也很 就是虽然小 可是还蛮漂亮的 有一种西式复古摩登的感觉 而且你不能说去就想去 你要去 对 上网查一下营业日 才不会去普空 真的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店都是那种 我可能月底或者 就可能公告下一个月的 开店日或店休日 或者是说我这个月初公告一下 我那个这个月的那个开店状况 然后其实像拉姆就是这个状况 对 我先前也是有特地去查好说 他们什么时候店休我要避开 对 就觉得 而且他们好像就是下午 一两点才开的店 对 所以你还得要注意一下那个时间 然后你去的都真的就是 客满的状态 很多客人 因为他们的座位其实真的不多 对 所以我那时候也是真的就是挑 就是你会尽量避开 真的很正六点之类的这种 晚餐时段 对 因为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也是 就是里面也是有做可能一半的人了 然后我进去之后 后来又还有人再进来 对啊 就是去慢活嘛 不要那么赶 不要那么仓促 慢慢的吃 那于今还有几个 不错的点心 要介绍给我们的 哦 对 讲到这个其实 我觉得讲到第一个就是 它是也是开稍微多年一点点 大概已经 我看他们网络上写的话 应该是四年多吧 对 因为他们就叫纯情专卖所 他们真的很有意思 他们真的是几乎每天都在写日记 会告诉你说我今年开店到第几天了 然后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就会说 我今天是第1500多少天 他一看就是 就是又有文青感 存在里面 对 就是这个 这他们老板很有意思 他们也是年轻人 然后这个是卖鸡蛋糕的 对 他们是卖鸡蛋糕的 然后他们应该也是有搬过 点 然后 但是我觉得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有点像是 棋楼下的摊子的感觉 对 可是他们好像那时候也是有设 旁边有放几个小位子 只是说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因为也是他们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特别开放内容 然后他们也是超多人 去外带到说 后来还有那个外送电视 然后就有几个外送 就在外面等待 就跟外送平台 对 就是Uver1还是FuPanda之类的 然后就在那边等 对 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有说 可能要看你的状况 然后那时候我还是现场 我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你可能要半小时后 或多久以后才能来的哪 他说这样你可以接受吗 那我就说 好啊 那我就骑着脚踏车 我就去了Speed 对我就说好 那我就先点 然后我就先去喝杯咖啡 我再回来 他说名字叫纯情专卖所 但是排队的时候 等要有点休养 因为会等很久 对 然后他们叫纯情的原因 好像就是说 因为他们 他们自己本身觉得 他们是用 很用心在做 做的东西是很纯的 对 然后他们就是好像是说 就是加纯牛奶 然后不加水 去做这个东西 什么的素材 都是很纯净的 对 很直接单纯的 而且因为他们 其实料也会有一些选过 比如说他们可能 有一个是 加了很像肉松的那种 他们就叫肉酥的东西 然后是说是 那个嘉义那边的一个 在地老牌子的 他们就是有特别去挑一些 这样子的东西进去 然后他们说 除了有一般的 比如说卡士达 线就那种奶油线 煮碗 然后他们还会有那一种 比如说黑糖麻糬 好像不错 对 然后有时候会有加 那个Oreal的 开发新的 对对对 然后最近好像是加什么 波霸珍珠之类的那种 就是他们会一直不停的 有一些新的口味出来 或者是说 今天才有的口味 你上次买吃到了什么 我上次就是吃了那个 肉松的 然后好像还有加了起司的 因为他们加了起司的 听说是他们的招牌 那你有推了吗 吃了之后你有推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而且因为他们那里面 他们那里还有分 那个鸡蛋糕跟鸡蛋烧 就是他们那个鸡蛋糕 就是很像一般的那个 吃到的那个感觉 对然后鸡蛋烧 对对对对 然后鸡蛋烧里面 还会就是加了整颗 那个红仁鸡蛋 就是 一分就是一颗蛋在里面 对对 他们就是有放 所以你就是你咬开它 你会发现很明显 看到里面有一颗蛋 就像那个加尔肉松口味的 那一个 它里面就是有那颗蛋 这样子 也是半熟蛋 也是蛋黄会流出来的那种 也没有啦 但就是你可以看得到 很明显看得到 它真的在 很真才是要没有骗你 一颗大概是多少钱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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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价高吗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 因为它其实比如说 你最不包现 最便宜的那一种 就是好像15块吧 然后如果说你是有包那些 像我刚刚讲 那么复杂的那个 可能就是35 40左右 其实你就是 其实也是一个 可以接受的状态 对 就是觉得还算是 一个也是同版小吃价 也不错 听说 听说除了那个 很多人去打卡之外 很多人去追求 它的不同口味 新的口味 也是一种乐趣 对 但是你要有排队的耐心 像我们之前有聊到 手摇影店 也是有一些店 也是要有排队的耐心 就是那个 对 好像也是嘉义嘛 对不对 也是嘉义 嘉义人真的喜欢排队吗 嘉义人真的喜欢排队吗 我觉得嘉义人可能知道说 如果这家店 我可以先点 我就会打电话先来 对不对 在地人 对 只是温光客不知道 就会咋咋的先去了 对 观光客不熟嘛 对 那如果不想排队的话 我们就坐下来吃碗豆花好了 有一间豆花是语境大推的 没有应该是说 桃城豆花 对 因为其实他们也是属于那种 怎么讲 桃城在嘉义原本 自己有一间老店了 然后这家新开的 就是去年开的这家 光华路的店 他其实是那个 应该说第二代出来开的 然后年轻人都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想法 对 又是文青干 然后他们就是把那边已经 那个 就是闲置多时的一个老的医院 对 老医院啊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重新就是 改建成也是 两层楼的那种豆花店 然后而且真的是非常漂亮 我真的说你就是可能 你只要三十五块四十块的 那个豆花 你就可以 坐在那边疯狂打卡 你知道吗 就是 因为他的那个 他里面有那个户外区 然后也是有一些 植栽啊 这样子 然后他们那个里面 他们有点像是那种 有一点工业风 又不是完全的工业风 然后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比较原始朴实 那种有点裸露感的 那种墙面 然后也是搭配非常多的 就是绿意的植栽 然后有些可能 比如楼梯转角或哪里 他又会有一些艺术品的 那种可能画作或是什么 你就会觉得 每个空间其实都蛮有趣的 他已经不是豆花 他是艺朗的感觉了 有点那种感觉 而且其实他还不纯卖豆花 就是豆花其实是一个很 大家都可以入门的一个 就是一个小吃 但是他其实实际上 他另外也有卖一些像 比如说巴斯克蛋糕啊 然后有一些饮料啊 然后我看还有早午餐啊 然后好像 他后来好像有一个变色 像小酒馆的感觉 他因为他会卖到晚上嘛 然后我就看他 酒精性饮料 对 然后好像还有一些 比较正餐的东西 所以等于是你可以 就是你知道 从很早就开始 然后一路就吃吃到晚上 他名字明明叫做桃橙豆花 对 但他里面就是是一个 有点 就是各种东西都有的 这样子 有点那个精华版的美食街 这样 从头到 从早到晚都可以吃得到 但是我 对 但我真的是觉得 还是白天去的那个光线 真的是 很不一样 很漂亮 所以真的是 真的是太多人 真的是朝圣 然后也是很多部落客 都有特别说 我要去看看这家店 到底有多美 去年才开的 对 我记得是去年才开的 你有去过了这么多间店 真的很难得会让你 真的赞赏到 一直说它非常漂亮 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 应该是说 我觉得我们 今天介绍的这一些店 我觉得他们每间的 风格 对 或者是设计感 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 是 对 比如说我刚刚讲过 光蝴蝶 它可能是红色的墙面 对 然后可能说 起风 它又是一个很洋楼的风格 对 然后像我们刚刚讲到 这一个 桃城豆花 对 它其实 也是蛮奇妙的 它外观 其实你也会觉得说 我看起来有点点那种 老真所早期的样子 可是里面 总是却是那么 完全的不一样 但它就是从里到外 都很好打卡拍照 对 真的 你真的是 你跟讲IG 在大家去点一下 你就会发现 嗯真的 超多人打了 我们刚刚今天 介绍了一连串 嘉义的美食 然后这些其实都是 鱼镜的口袋名单 或许观众 听众你们 自己心里也有一些 嘉义美食的口袋名单 值得介绍 其实你们也可以到 我们的YouTube频道 下面的留言区去留言 对 欢迎多多推荐 对 鱼镜下次去的话 就去采点 对 然后我们这一集 主要就是在讲 嘉义的新的美食 下一集的话 新旧交融的美食 新旧交融的美食 下一集的话 我们就来介绍 嘉义的有一些 鱼镜口袋名单里面的一些 好玩 好吃 好拍 景点 或者是玄武店 这样子 好拍的景点 那大人小孩 都可以去的地方 我们下礼拜见 谢谢大家 拜拜